本视频由游戏机使用技术独家制作 并由以下媒体提供播出 过了炎热的七八月 马上就到了年末商战的大潮 九月作为第一波游戏大潮 已经涌现出大量值得一玩的精品 本期月弹评将会为大家介绍 这个九月涌现出的众多关注之作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 因为时间关系 没有在八月月弹评中登场的 五夜国度2 五夜国度2 新月的新娘 作为以美少女为最大卖点的动作游戏 五夜国度2在跳票了接近一年时间之后 终于发售了 可惜长时间的延期并未为本作带来更好的品质 甚至某些方面还不如前作 首先本作在系统上进行了大幅的改动 角色数量大幅增加的同时 它们还可以伴随主角一起战斗 合体计 双人必杀计等要素的加入 让游戏的玩法更加丰富 迷宫地图虽然加入了地形要素 但总的来说依然很单调 作为前作特色之一的从模系统虽然保留了下来 但是因为加入NPC的关系 使得从模只能一次带两只 而且地图的隐藏区域还要用特定的从模去解锁 就连更换武器都要用相应的从模 严重地限制了使用从模的自由度 再加上多余的场景过多 粗糙的战斗手感 以及毫无特色的敌人和boss战 让本作沦为了一款空有卖向的游戏 想入手的朋友们还是期待月底的中文版好了 纳克的大冒险 双鹰与古代兵团 作为索尼第一方为PS量身打造的儿童像作品 在经历了前作的差评后 续作双鹰与古代兵团在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改善 场景更加开阔壮丽 色彩艳丽 动作更加华丽多变 简单有趣 硬核的手感虽然一如既往 但新增许多人性化的设定以及系统 令任何水准的玩家都可以在这个游戏中感受到乐趣 但很显然从游戏的角度上看 乐趣又稍显不足 游戏没有多周目的设定 但战斗系统必须通关后才能全部解锁 新增的QTE部分为了照顾反应慢的玩家 而过度暂停镜头 使得本该精彩的演出部分节奏全乱 跳跃解密关卡设计出色 可别扭的视角 甚至令玩家无法掌握跳跃时外周距离 这些频繁出现的细节缺陷相当影响游戏体验 如果家中有长辈与小朋友的话 这款游戏将会非常适合 但要与索尼其他第一方作品横向比较 那你恐怕会非常失望 命运2 和发售初期备受争议的前作相比 本作的系统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射爆一切的本质依然是刷刷刷 前作主线剧情存在感薄弱的缺点 终于在本作得到了改善 出众的关卡设计和场景演出 再配合出色的配乐 使得本作的主线流程虽称不上是业界翘楚 但至少能给玩家一个不错的游戏体验 多人部分则维持一贯的高水准 无论是三人副本打击任务 还是六人副本突袭 都能让玩家乐在其中 另外探险任务 公共事件或者沦陷区等支线任务 也能一定程度上减轻刷装备的枯燥感 值得一提的是 本作PVP中的竞技性得到了强化 但这种强化并没有让对战部分的游戏性 有了根本上的改善 反而由于这种强化所带来的其他一些变化 诸如装备技能不再随机 让一些玩家刷装备的动力大减 玩家装等上去之后 本作反而会渐渐变成一个休闲游戏 作为一款以PVE为卖点的游戏 这种变化到底是好是坏 就需要玩家自己来定断了 在冤罪杀机发售不到一年之后 就火速推出的界外魔之死 虽然是一个能够独立运行的游戏 但是其实售价只有30美元 所以内容的丰富程度上只能说是介乎于大型DLC和资料片作品之间 玩家将扮演在冤罪杀机2中化名为梅根福斯特的刺客比利罗克 前往卡纳卡的数个区域寻找暗杀界外魔的方法 甚至能够最终了解到界外魔存在的原因 以严格的标准来说 这个作品存在着场景重复利用和重复运用前作场景的问题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在这些缺点当中又包含着独具匠心之处 重复利用的场景其实在细节上差异众多 同一个场景的日间关卡和夜间关卡之间也有着不小的差别 而且梅根本身也有着几个独特的新超能力 加上还有让玩家用冤罪杀机2中部分超能力来通关的二周目模式 相信足以让系列粉丝满意 而且故事结局所蕴含的张力 也让人不禁对系列新作充满期待 银河战士 萨姆斯归来 作为1992年GB平台上的银河战士2的重制版 本作的素质完全对得起玩家这么多年的期待值 虽然游戏画面有了大幅度的进化 但关卡设计依旧保留了原本的味道 战斗也一改原作那种死板僵硬的打法 现在面对杂兵更多的是用反击而不是一直射爆 反击成功的瞬间让人倍感爽快 而且反击动作还追加了BOSS版本 一旦触发就有看大片的即逝感 而反击过程中玩家还得手动操作发动攻击 让玩家产生了强烈的代入感 重制版还针对原版很多不人性化的地方做了优化 例如探索雷达的机能让攻关更为流畅 其他功能也给攻略提供了更多便利性 但即便如此 仅有八关的流程也需要约12小时的时间才能攻破 而本作的收集要素虽多但不难 通关之后只需要两小时左右便可完美收集 长度对玩家来说恰到好处 不会令人产生厌烦的心态 可见制作方在这个方面拿捏得十分到位 总而言之 本作是一款优秀的重制作品 若你喜欢带探索解密要素的横版动作游戏 那么本作绝对是上家之选 漫威英雄队卡普空无限 本作是卡普空VS系列的最新作 出场角色来自漫威和卡普空的不同作品 游戏在选角上很明显地偏向了漫威宇宙电影 以往全情的X战警角色全部缺席 空出的名额留给了惊奇队长 灭霸 黑豹等将在最新漫威宇宙电影中登场的角色 不过可选择角色数量也因此大幅减少 使得游戏玩法也从一贯的三对三改为了二对二 在系统变得简单的同时 又按照复仇者联盟3电影的设定 加入了六颗无限宝石 并延伸出全新的系统 让老玩家多少有些难以适应 游戏的故事模式经过了全新的设计 加入的大量过场让人看得十分过瘾 而且本作还是系列史上首次中文化 但在出场角色大幅减少的同时 还坚持卖DLC角色 这就让人有些不爽了 火焰之文章无双 在Coy Tecmo将合作无双这一品牌 发扬光大之后 相信很多火焰之文章系列的玩家 也都曾期待过 火焰之文章系列中的英雄们 在一季当前的无双战场上 会有怎样的表现 而此次火焰之文章无双 就满足了粉丝们的这一期待 虽然类型变成了动作割草游戏 但是结合了大量来自火闻系列的特色 本作采用了类似战国无双编年史的 四人出战系统 玩家除了操作当前角色之外 还需要根据战场状况 给其他角色下达进军或退避的指令 剑枪辅三系武器之间的相生相克 飞行兵种和重甲兵种的特效武器 与同伴组队的二人连携战斗系统 这些系列特色 让动作游戏也能玩出一股战略味 而角色升级时的随机加点 角色的转值和技能搭配 不同场景下的历代音乐与音效 以及以原作剧情为背景的历史模式关卡 兜足足刷了一波 火纹系列老粉们的情怀 各个角色之间的牵绊对话 也让来自不同时空中的历代英雄们 实现了粉丝们所梦想的互动共演 不过本作的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 部分角色动作模组重复 且使用武器种类分配也不均匀 使用剑的角色比起其他人明显多出一截 而敌兵AI较低 即使在困难的度下攻击欲望也不是很高 剧情模式过短 而刷刷刷要素又太过庞大 出场的角色多数来自于 觉醒、Eath、文章之谜这三作 对于系列中其他作品的爱好者来说 也是个遗憾 如果本作还有续作的话 相信这些问题能一一得到改良 茶杯头 茶杯头是一款画面极具特色的平台动作游戏 其设计灵感来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橡皮管动画 夸张的角色肢体动作以及丰富的面部表情 让这部作品兼具复古与美感 这样的画面和演出称得上是一件艺术品 但不要以为这就是一个人畜无害的花瓶游戏 隐藏在美式卡通外衣之下的 是一个堪称硬核的高难度动作游戏 这不仅体现在低血量 无检查点等反主流的设计 还体现在获得高评价所需要的可可条件里 除了精心设计的关卡和富有挑战性的boss之外 制作组还设计了用来强化茶杯头的技能武器系统 让这部作品在游戏性上也足以对得起如此精美的画面 相信不管是喜欢本作的画面 还是硬核复古派的游戏玩家 都能在本作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乐趣 当然记得要多准备几个手柄 好了 本期月弹评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